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 为救国救民各路人才纷纷涌出 百家真名 其中以儒家墨家最为著名 是春秋时期的两大显学 而墨家和儒家之间的仇恨 可以说是积怨已久了 实际上两者都主张是人 只不过儒家的人是从周礼的体系中演化出来的 而墨家的人则是要对所有人都爱 简而言之就是 是儒家为上等人之人 而墨家是为平民之人 所以穷人的仇富心理和富家子弟的骄傲 阶级的偏见都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 双方的政见不同 自然是看对方都不顺眼 而墨家的学派的开山鼻祖 是春秋时期的宋人 也就是墨迪 他的思想代表着民众的利益 提倡兼爱就是爱一切的人 不分王公贵族和平民老百姓 他还提倡非公 就是反对战争 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的战争 反映了普通大众渴望安定 安稳的生活的一种愿望 他还提倡了上贤 就是任人为贤 反对权贵的任人为亲 而墨子毕生勤勉 言于律己 以宣扬自己的理想为己任 以捍卫公理道德为己任 其弟子根据生平的事迹 收录其语录 最终就形成了墨子一书 流传至今 那么墨子是于公元前376年去世 墨家的弟子将其埋葬于胡台山下 苍松翠柏之中 墨子是他最珍贵的一件手稿 可以看出他毕生以实际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理念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小唐 墨子是在诸国出生的 春秋末年 诸国当时是鲁国的附属国 而鲁国是周公在西周初期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度 到了春秋末期 周朝的理智还保存得很好 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鲁国而产生的 墨子原来是一个工匠 在这个动乱的年代里 他一直在努力的寻求拯救世界的方法 起初墨子致力于墨家的思想 试图寻找一种方法来改变这个混乱的世界 但是他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周礼过于复杂 尤其是在校上 父母死后要厚葬 君主死后 丧礼则更为隆重 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而且各国还是经常发生战争 而且这些礼节所用的银子 要么就是从下等人的口袋中而来 要么就是在诸国等附属国的国库中掠夺而来 所以诸国虽是鲁国的附属 但其历史却比鲁国悠久 鲁国是西周时期的一个丰丰国家 而诸国则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 莫子成长于一个没有浓郁的周礼气氛的环境当中 于是他很不喜欢儒学的官僚主义 最终他决定抛弃儒学而建立自己的教派 莫子有一个偶像 那就是治水的大鱼 而大鱼是以劳作为代表的一个领袖 史书上就说 当时大水漫天 大鱼手持侧水仪四处奔走 由于没有休息的时间 他只能用雨水来洗澡 用强风来梳头 那么大鱼腿上的毛都被雨水和树木 而摩擦刮得干干净净 由于他的努力 洪水终于得到了控制 而天下苍生得以存活 劳摩大鱼就是莫子的楷模 因此后世的文献中 莫子和弟子都是苦行僧的形象 他们和大鱼一样 也是四处奔走 风餐露宿 努力阻止一场场的战争的发生 莫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组织严谨 甚至有人说与其称呼莫家是学派 不如叫他们古代的帮派更为准确 因为莫子当时的生活非常的艰辛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心甘情愿的跟着莫子吃苦呢 因为莫子出生于底层的工匠阶级 所以他的门徒大多也都是小的工匠或者是劳动者 所以他们对乱世中的底层遭受的苦难 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他们都认同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鸡者不得食 含者不得一 老者不得惜 莫家的口号特别能够引发广大底层民众的共鸣 于是呢 有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就加入了莫家的队伍 这样呢 莫家的学派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在这种背景下呢 莫子的门徒非常团结 不仅莫子在世的时候呢 门徒听从他的调遣 莫子死后呢 莫家的领袖同样有强大的号召力 而当时的领袖就称为巨子 从事谈遍者的称为莫遍 从事武侠者的呢称为莫侠 相传莫者之法呢 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 在吕氏春秋去思一书当中呢 曾经有一个很有名望的莫家的巨子呢 名叫啊 傅吞 他是住在秦国 当时他的儿子杀了人呢 秦桧王就说啊 先生的年岁大 也没有别的儿子呢 我以命令啊 官室不杀他了 那么傅吞就回答说啊 莫家的法规规定呢 杀人的人啊要处死 伤人的人呢要受刑 这是用来啊 禁绝杀人和伤人的 是天下的大义 而国君虽然赦免了他的死罪呢 可是我呢 不能不履行啊 莫家之法 于是巨子呢 就没有听从啊 秦桧公的劝告 最终还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呢 给杀掉了 可见当时呢 莫家律法啊 有多么的严谨 那么对于莫家呢 大家应该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他们非常的擅长啊 工程技术 动手的能力特别强 这里呢就要回到莫子生活的诸国来说了 因为诸国位于四水流域呢 这里物产丰富 水路便利 所以经济文化繁盛 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使得当地的社会形成一种 反对战争 喜好和平 热爱学术的一个氛围 所以当地的文化水平非常高 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啊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 是长期领先的 相传古代的车呢 是一位叫做西众的工匠而制造的 那么西众的墓地呢 距离莫子的故里啊 不过十多里 还有被称为中国工匠的祖师爷鲁班 他也是诸国人 他比墓子年长二十多岁 两个人还曾经切磋过工匠记忆 所以当年鲁班呢 发明制造了云梯 那么云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 攻城打城池的时候 可以快速地把人输送到城池之上 所以两千多年前的云梯 对于那个时候的战争而言啊 就是一个先进的武器嘛 而鲁班呢 为楚国就发明制造了云梯之后呢 楚王就想利用这个云梯去攻打宋国 当时莫子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立刻从鲁国出发 走了十天十夜 而到达了楚国首都 尹 也就是今天湖北的江岭 他当时见到了鲁班 鲁班就问莫子啊 你是受谁的命令而来呢 莫子回答说 没有人派我来 因为北边有一个人侮辱了我 我希望你能帮我去杀了他 那么鲁班听后啊 就面露不悦 很不高兴 而莫子紧接着又说呢 我给你十斤 鲁班就说 我有自己的坚守的道义 我怎么能够去随便杀人呢 听到鲁班这样说之后呢 莫子就很庄重的站了起来 对着鲁班就一拜 然后就说呢 我是从北方的楚国而来 是因为听说了你制造了云梯啊 并且要拿着这个云梯呢 去攻打宋国 那请问宋国有什么罪呢 楚国土地很多 但人口不足 你们去攻打宋国 就是牺牲你们自己不足的人口 去争取你们已经很多的土地了呀 这是很不明智的一种做法 而宋国没有得罪你们 你们却要去攻打他 这不是仁慈之举呀 你明知道这个道理 却不去力争去说服君王 这可不能算是对君王的忠心呀 如果你们打输了 是不是就说明你们不够强大呢 那我叫你杀一个人 你说不易 跟随楚王去杀宋国的百姓 你的道义是不杀少而杀多吗 那么请问你的道义到底是什么呢 鲁班呢 当时被莫子说得呀 哑口无言 他心中呢 也默默认可了莫子的说法 当时莫子就问啊 那你们怎么还是想要去攻打宋国呢 鲁班当时就回答说啊 因为我已经觐见了楚王 楚王呢 已经要处兵了 我也拦不住啊 莫子说 那你能带我去见楚王吗 我来跟他说 鲁班就说好 莫子见到楚王的时候呢 他就说国君啊 我今天见到这样一个人 他自己家有华丽的马车 却还要去偷邻居家的破马车 他有华丽的衣服呢 却还要去偷邻居的破旧衣服 他家里有腊肉呢 却还要去偷邻居的糟糠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楚王当时就说 这一定是一个有偷盗癖好的人啊 而莫子又说 你们楚国方圆五千里啊 如此辽阔 而宋国呢 只有五百里 这就像是有了华丽的马车呢 还要去偷破马车一样呀 你们楚国有洞庭湖 到处都是犀牛迷路 这样的野生动物 长江和汉江里呢 有鱼有鳖 已经是天下最富有的国家了 而宋国呢 没有兔子也没有鱼 这就像有了腊肉呢 还要去偷糟糠一样呀 而楚国有长得很高的 长松张木南木 宋国呢 连高一点的树木都没有 这就像有了华丽的衣服 还要去偷破旧的短衣服一样呀 所以他说 我认为国君你现在啊 要去攻打宋国 就如同那个有偷盗癖好的人一样啊 当时的国君就说啊 你说的很对 但是鲁班呢 已经为我打造了云梯 这场仗了 我一定会赢的 所以我为什么不去呢 而莫子紧接着说啊 是一定会赢吗 那么于是莫子呢 就开始邀请鲁班啊 演练如何功臣 莫子呢 把自己的衣服上的袋子解下来呢 作为城池 面前的碟子呢 作为防功臣器械 鲁班多次改变功臣的方式呢 莫子都守住了 鲁班功臣的均械呢 全部都用过了 而莫子守成的方式呢 居然还没有用完 这时候鲁班就说啊 我知道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打败你 可是我不告诉你 莫子听后呢 便说 我知道你打败我的方法 但我也不说 楚王当时就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莫子说啊 鲁班打败我的方法 不过是想要杀了我 我被杀之后呢 宋国就没有人能够守城了 你们呢 也就可以功臣成功了 可是我的弟子呢 已经带领啊 三百多人 带着我为他们准备好的守城军械呢 已经在宋国的城市上 准备迎接楚国的来犯了 即便是你们杀了我呢 也是不可能赢的 楚王听后呢 立刻就说啊 那我就不攻打宋国了 但是呢 你要留下来 唯我所用 而莫子呢 靠着一己之力呢 成功地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 可是莫子是鲁国人 楚国攻打宋国 应该是一件 与他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事情 据说莫子为了阻止呢 楚国攻宋啊 在去楚国的路上 还磨破了三双草鞋 他为什么会对此件事情 如此的急迫和上心呢 那个时代的人啊 看重的是家 不是国 在思想里呢 只有家国的概念 没有国家的概念 到战国中后期呢 屈原时代啊 国家的概念 才慢慢地建立起来 在屈原以前呢 人们是哪里适合自己啊 重用自己 哪里就安家 比如鲁班出生在鲁国嘛 却生活在楚国 而莫子和孔子呢 祖先是宋国人 也生活在鲁国 由于莫家呢 是为底层劳动者发身的 所以莫家第一个主张就是 非公 也是反对持枪凌弱的 一种侵略战争 那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地 消灭入侵的战争呢 莫子当时就相信啊 国家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是由于不相爱 唯有兼爱 互利呢 如关怀他人 像关怀自己一样呢 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安宁 这是奸爱的莫子的第二个主张 那么除了战争 平民就没有其他的痛苦了吗 当然有啊 那就是上层的剥削嘛 特别是儒家提倡 用礼乐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花费的金钱更是如此 而这一切的重担 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 于是莫家就向上流社会 和下层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对于贵族呢 莫家主张飞乐 节用 节丧 主张呢 气享乐 节俭 特别是节俭丧礼 那对于民众呢 莫家特别提出非命 那就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 如果生活的不如意啊 那么就要努力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社会动乱呢 也不应该坐以待毙 他可以和莫家一起啊 阻止这场动乱 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社会要怎么样才能够 保持平稳的运行呢 这就是莫家的上贤 上童这两个字的另一大命贴 莫家主张的上贤呢 就是要有贤能之士来治国 而莫子实际上是在为 下层的民众啊 争取机会 反对自周朝开始以来的贵族独霸现状 但是光有一个好的管理人员 是远远不够的 从君主到下级的管理人员 都要成为一个贤人 而且每一个级别的贤者呢 都要受上一级的领导的指挥 这就构成了一个权力集中的 高水平强有力的政治系统 此外莫家还提倡天智 既是尊崇天意办事 贵族呢不能够娇奢益 而贫民呢要努力工作 墨家则承认啊名鬼非命 意思呢是墨家信奉鬼神 却不信宿命 这不是很奇怪吗 按照常理一个信奉鬼神的人 都会认为自己的命运 一开始就注定 为什么是非命呢 因为他与墨家的阶层地位 是相当吻合的 墨家的子弟啊都是贫苦之辈 如果相信命运啊 也就不可能成为墨者 而且墨家和其他门派不同啊 墨家的规矩很多 学习起来呢很吃力 不是谁都能够坚持下来的 那么这些贫苦人家的孩子 就是因为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欲望 他们不相信命运 就算命运注定了呢 他们也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非命呢指的就是墨者本身 而名鬼呢则是对权贵的忠告 举头三尺有神明嘛 你要三思而后行 否则呢会受到天谐 而墨家这条规矩呢 说白了就是要保护民众 让他们有机会呢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他们用鬼神志说了 来保护自己的子民 无论是墨家的严谨的规矩呢 还是墨者不畏强权 帮助弱者的精神 都是战争时代的避风港 明明是最弱小的一方 却要偏偏为天下苍生做好事 而墨迹呢不仅仅是改变命运 更是拯救世界的手段 墨第一次呢墨家就分成了三派 这三派呢都是不同的 到了春秋战国末期呢 已经形成了两派 一派呢重视伦理 逻辑学 数学光学 力学等学科 即所谓的墨家后学 又成为后期墨家 而另一派呢 则成为了秦汉时期的游侠 墨家大部分的机关术 都已经失传了 但墨家的精神呢 却没有泯灭在长河之中 而是流淌在了我们的血液之中 墨家主张的就是 我不欺人 也绝不被欺 几千年来呢 不管我们多么的贫穷 我们都没有退缩过 我们一次次的站了起来 证明了我们的傲骨 直到汉武帝提出 废除百家 独尊儒术 百家真名的局面呢 这才开始结束 实际上从各学派的观点来看呢 不难看出 儒学的主张呢 更符合统治者的口味 在政治上呢 要实现统一 思想上 必然也要走向统一嘛 汉代的思想名著 淮南子仲啊 就这样描述 他说 孔秋 莫迪啊 他们都没有领土 但却能像君主一样得到尊荣 他们没有官职 却能够像当官的一样受到尊敬 天下的男子女子啊 没有谁不伸长脖子 抬起脚跟呢 盼望他们 希望他们平安顺利 那莫家势力那么大 怎么会突然的销声匿迹呢 甚至消失的有点让人猝不及防呢 究其根本原因呢 就是在于古代的中国 自秦汉以来 一直都保持着很长一段的中央集权 在各国纷争的时候呢 诸侯们试图通过各种流派理论呢 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嘛 当时的楚国秦国宋国 所以莫家的一些人啊 都被雇佣了 但自从秦汉一统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要听从皇帝的命令 秦朝以法家为主 秦法呢 当时就在全国开始施行了 自汉武帝以来呢 儒学为天下 此后儒学就成为主流 而莫家呢 却没有太多的活动空间了呀 你也许会说 虽然汉朝之后儒家占统治地位 但是其他的流派还有生存的余地啊 例如 把阴阳家的理论与儒教结合起来 以武德中始说等形式来服务于君王 道家呢 在民间逐渐的就形成了道教 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莫家好歹也是曾经的名本啊 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迁 莫家的观念呢 也越来越不能够适应 以兼爱和非公为代表的莫学的思想为主体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 那时候动荡不安 底层人民受到极大的影响 因此莫家的兼爱和非公呢 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思想 人们不仅拥护莫家 而且还败入了莫家 不过一统之后呢 百姓们都有了安定的生活 有了妻儿 过上了温暖的日子嘛 所以莫家的教义呢 也就渐渐失去了意义了 再来看莫家的其他观点 比如说上贤 宗旨就是要与周代以来确立的贵族特权啊 相抗衡 但是汉朝之后呢 官员的选拔制度啊 逐渐的确立了起来 世袭的贵族的特权啊 逐渐降低了 所以上贤的事情啊 国家都在做了呀 民间的学校又怎么去管得着呢 还有上童 既从下而上呢 形成一个由下至上的极权体制 所以秦国的中央集权 不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吗 所以你就看到了啊 莫学的主张 到了汉朝以后呢 就不需要了 当然了 任何的观点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团体之上 而莫家能够成为显学呢 也正是因为啊 他能够引起社会下层人民的共鸣 春秋战国时期呢 工匠们有了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 于是莫家的教义呢 便到处宣扬 但是在秦汉之后呢 古代的社会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自由的手工业团体 就慢慢开始消失了 当然这并不是代表以后就没有了 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的产业呢 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比如说采矿 冶炼 纺织 陶瓷 茶叶 食盐等 各个行业呢 都是由朝廷直接管理了 而朝廷尽量利用 奴隶和罪犯呢 从事手工业 因为他们不是自由的工人嘛 只负责劳动 没有政治发言权 所以当时的工匠们 几乎都消失的时候呢 莫家呢 也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当然 莫家的思想呢 也没有完全的消失 秦汉以后呢 社会就出现了很多的游侠 他们扶若即平 见义勇为 善良有爱心 这都是莫家留给后世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好了 故事呢 于哥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于哥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 拜拜